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,歡迎來到粵語娛樂! 最近好萊塢電影《哥斯拉大戰金剛》二發布首之預告, 當中有一個讓人剁磨的神秘背影出現, 黑髮飄逸,住著二國風情的衣服。 觀眾們都密切猜測,究竟會是誰呢? 答案揭曉,他就是我們熟悉的陳法拉。 是的,正是TVB四大花彈之一的他。 陳法拉來自藝術滿載的四川成都家庭, 曾經的祖父祖母是中央歌劇院轉秀聲樂藝術, 而爸爸就是鋼琴調音師,媽媽則是舞蹈導師。 她的名——法拉,就帶有音樂的意味——法拉。 從小時候起,音樂的洗禮就已經深深影響著陳法拉, 認數出他那獨特而高貴的氣質。 五歲的時候,法拉的媽媽選擇去北京師範學院進修了兩年。 當時無了媽媽的細心照顧, 法拉就和爸爸一起生活。 老師們對她的記憶,就是一個抹心無油,皮膚有黑又瘦削的小姑娘。 但是正是這種放養式的成長環境,塑造了小法拉獨立自主的性格。 從自己決定今天食咩,到簡讀大學專業。 還有畢業後,決意去香港闖蕩。 在法拉做決定的時候,父母基本上都是隻手放開任由她飛。 十五歲那年,陳法拉隨家人移民了美國,過後甚至考入了埃麥裡大學商學院。 年五書的時間,她依靠獎學金和兼職工作來支付大學學費。 做無得兒,參加選美大賽。 2005年,陳法拉落腳香港,參賽國際華藥小姐。 最後得到亞軍,和TVB 簽約了。 這樣,陳法拉就在人生之路上誤離了第一次華麗轉變。 基於湧現之下,她打開了娛樂圈的大門,對朋友問陳法拉的爸爸, 你個女不熟廣東話在香港怎麼捱的? 口而出的回答是,她懂得詐,自己應付得顛,原生家庭的無條件信任和支持。 令法拉越來越有信心,她開始勇闖自己的事業之路。 深信自己果然無畏懼的覺醒,令陳法拉在蕩起波蘭的演藝界穩如泰山。 憑植她是顏植和智慧方面的雙鳥優勢。她開拓了自己的演藝之路。 《法政先鋒》是陳法拉的首部電視作品。由於並非科班出身,使她深知自己的短處。 左提高演技,法拉從中戲請了老師專程指導。她一邊拍劇,一邊定期來回北京上課。 之後又馬上逃入香港的工作。唐心風部《之家好月園》裏面。她扮演的是由若意響的金榮慶。 這個角色令她獲得了萬千勝費頒獎典禮最佳女配角獎。 第十六屆亞洲電視大獎最佳戲劇女配角獎。 而在東西攻略裡頭,她便變身成了行動洶湧。性格活配可愛的鍾毛艷。 贏得了第十屆華鼎獎中國最佳電視劇女演員。 衝上雲宵意外當中,何年希的形象嬌嚴欲敵,令人由自主禁心疼,已經成為電視經典。 透過不斷的努力,陳法拉由TVB裏面的花彈,退變成為女獲殊榮的一姐。 而在感情方面,陳法拉卻始終秉持低調處理,連串演藝事業的成功之路,似乎亦被不開公眾的無盡八卦。 雖然被狗仔無數次拍到和豪門太子爺涉世行填密出遊,但兩人一直沒有正式對外承認戀情。 直至有眼瞻的粉絲發現,他們帶上了一模一樣的鑽石戒指,這樣才正式供了兩人的關係。 而他們在豪門的內鬧之中,同樣的戲碼上演得非常精彩。 作為有心計的嬌妻,陳法拉和另一位十八線聯武的大戲不斷。 而諸葛子奇在公共場合不斷用他的熱度綁定陳法拉來炒作新聞,被諸葛子奇當眾爆料已婚的事實。 以及不斷的公開激怒,陳法拉終於忍無可忍,回擊對方多嘴。 這一切最後都驗證了故嫂難相處的鑽言,甚至有傳他們背後的爭鬥引發了家族內的繼承權之爭,造成涉世家族的勢力不穩。 各種奇怪事件接連不斷,最終陳法拉選擇了結束這場豪門婚姻,當大家以為他會繼續留在TVB。 但他卻選擇了不續約,開始新的人生旅程。 雖然面對豪門戲庫和過氣花旦的輿論壓力,陳法拉卻勇敢地迎接了人生第二次懷勵轉變。 他將之前精英學霸的天賦發揮到底,竟然考進了紐約的朱里亞學院深造戲劇。 在這所全球表演藝術學府中,每年數以千計的希望者落場各族,最終只會選擇10位精英。 而陳法拉憑藉自己的實力成為代表其中之一,脫離了自己舒適的圈子,用的努力和堅持。 換來的是自的飛躍。 四年的時光匆匆過去,他已全力的優異成績畢業,成為學院第一位華人表演系碩士。 在紐約的日子裏,陳法拉更是遇上了人生第二莊恩怨。 遇到了名叫司馬諾的法國紳士,他不僅外形出眾。 法國名校哈佛商學院出身。 流利的普通話表達更是令人驚喜。 經過朋友介紹,兩人從相識到相戀,不久變深知彼此為命中注定。 2019年,他們選擇法國這個浪漫的地方舉行的婚禮上。 司馬諾公開用一口流利普通話,向岳父岳母承諾,將會呵護陳法拉終身。 而陳法拉亦毫不保留地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結婚照,贏得了無數粉絲的祝福。 夢想之旅仍在繼續,從冰天雪地的南極看企鵝,到南美洲自由的旅行。 他的生活隨著每一個新篇章而變得更加多姿多彩。 情人節的鐘聲響起,2021年,陳法拉不單止收到甜蜜,還大方同大家分享了小米尼的喜順。 39歲,和,他為自己的人生添加了一個新角色媽媽。 家庭生活中,一家三口其樂融融。琴聲和美地享受著這份溫慶。 婚姻的幸福,同時並肩住事業上的進步。 陳法拉分享說,畢業後,我發現自己學到最多的,不是那些演技上的技巧,而是怎樣去生活。 怎樣注視世界,和怎樣建立多元的觀點。 原來,真正的表演,是無法用一套固定套路去演繹的。 畢業後,陳法拉簽了約美國知名經理人公司,開始了個人生的第三次華麗轉變。 記得那時李冰冰進軍好萊塢,成為這家公司的一員。 在美劇《無所作為》裏面,陳法拉獲得了一個 和尼可基德曼國際巨星合作拍戲的機會。 雖然氣氛不算重,但對一個初踏好萊塢的身影來說,絕對算是個不錯的開始。 表演對陳法拉來說,絕對是一份真愛。 無所作為拍完之後,他並沒有憑植好萊塢的名氣提升自己,而是自圖腰包。 一個人背著行李箱飛去內蒙古。 無論片酬,深演了華人女導演原原執道的短片《雅岸南非》, 這部片子一共拿了七個國際性獎項。 再之後,他在漫威電影上戲《與十環傳》其中,飾演未得無抱的影那一個。 另一部深演的電影《歌斯拉大戰金剛椅》, 都計劃在明年在北美盛大首映。 在這部部作品之間,陳法拉始終保持著堅定與謙遜的態度,逐步退變。 來自四川的陳法拉,跨海赴美進修,加冕選美。 轉頭香港TVB,後來耕攻到Juliat,並且轉戰好萊塢。 他取得的每一分成功,都是出人意料,但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 陳法拉搖身一邊,已經不再是當初眾人口中的豪門戲虎, 而是站上好萊塢舞台的女演員。 真是好期待這樣的出色人才陳法拉,將來帶給我們更多驚喜。 今期節目就講到這裡,我們下次再見啦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